大家都知道,国内一直有三大通信运营商,分别为中国移动,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,他们三家几乎是垄断了整个通信行业,要自费方面也是比较高昂。 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中国移动了,移动作为运营商的老大哥,旗下的总用户已经超过了9.21,而连通和电信的用户总和加起来都没有移动多,虽然移动的用户十分夸张,但很多用户对移动的印象还停留在0.29元M和5元30兆的时代,以至于移动的口碑依旧很差。 随着近些年,消费者们不断的投诉与吐槽,工信部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7月份,取消了卖优资费,同时提出了提速降费,和实施了协号转网等会民政策,获得众多网友的好评。 不少网友纷纷对此举动表示,点赞!2018年12月1日,根据工信部队号码携带工作的整体部署,天津、海南、江西、湖北、云南无省市客运营企业,退出新业务受益流程。 所以大家会发现,这两个月来,移动的活动十分的勤快,什么新用户专想,回馈老用户,退出新套餐,送宽带,和送流量等等应接不暇,而这些目的,也是为了挖留住自己的用户。 熟图,这是移动一款名叫霸王卡的套餐,套餐的月租为28元,前三个月免月租,套餐中有国内流量任性用畅快响,还有500分钟的国内通话时长。 这么简单的来看的话,肯定很多。 网友会认为,移动终于低头了,良心发现了。 其实不然,移动的老用户们都知道,移动的套餐是出了名的小套路多,这款套餐虽然说是28元的月费,但其实只是第一年为28元,第二年会上调至68元,第三年开始,就会恢复原价128元,届时来开明就完全入坑了。 当然,途中也是可以更改套餐的。 第二就是限速问题了,虽然是不限流量,但实际每个月使用超过20G就会网速就会限制至1MBPS,而限速后的网速,基本是看不了视频,只能用于平时的聊天。 最后,各位小伙伴对于移动的这款霸王还有怎样的看法? 欢迎留下自己的公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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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